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又到了这个汽车保养成本的影片 10段 那今天我讲的这台车是很多年轻人都梦寐以求想要拥有 号称地表最速钢炮的它 JK 啊? AMG F45 啦?哎哟 AMG 45 车系是 Mercedes 在 2013 年 所推出的一个全新车型 当时是要庆祝这个AMG成立45周年 所以就推出了这个最入门的AMG 车系 当时的这个45 车系就有 A45 CL A45 以及 GIA A45 三种车型 分别是 Hatchback Sedan 还有 Crossover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Focus on 这个AMG 45 里面的重点车型 那就是 A45 小钢炮了 那现在这个代号 W176 的 A45 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到20万哦 Recon 的版本也是大概20万出左右而已啦 算是容易入手了很多 可以圆梦了 只不过 养它会不会难呢? 会不会贵呢? 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先 我再给你知道 那这个 A45 他所搭载的是一具 2.0L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代号是 M133 而根据原厂推荐啊 它使用这个 5W40 的全合成机油 容量为 5.5L 那这个更换费用啊 包括这个 Oil Filter 还有 人工在内啦 大概是 500 到 950 之间 那讲完黑油 接下来就是牙油的部分 这个 W176 它使用的是 气速的 MV Speed Shift 双离合变速箱 而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啦 这个 W176 换牙油 它是有一个 Package 的 除了这个变速箱油以外啊 它还需要换这个变速箱的 Filter 还有 O-ring 变速箱内部的 Filter 还有一个被称为 Pan Oil Seal 的部件 整个 Package 包括到来啦 根据我们所拿到的这个价钱 是大概介于 1700 到 2000 令吉左右 可是我们在问了这个 之前我访问 F30 的 M Power 以后呢 M Power 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换牙油的部分 大概 1000 多令吉左右就可以做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W176 它是一台全驱车 所以它有这个 4Matic 的全驱系统 所以呢 这个后轴的油也是必须定期更换的 那根据 M Power 所给我们的资料 换一次这个 Axel Oil 的价钱呢 大概是 200 到 300 令吉左右 那由于这个 F25 搭载的是 4 缸引擎 所以在火星塞的部分 它只需要换 4 颗火星塞 总共的这个费用啊 大概是在 500 到 600 令吉之间 OK 那讲完这个 Normal Service 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消耗品的部分 首先我就讲这个刹车片 其实这个 AMG A45 在改装界是蛮受到欢迎的 所以除了原装的 Brain Ball 刹车片以外 你还有很多改装品牌可以选择 像是这个 Project Mew 啊 DBA 啊 EBC 啊 Endless 啊 DC Brakes 啊 Paget 啊 Ramsa 啊 LPB 啊等等等等 很多选择可以选 当然它的这个前刹车是一个大肆活塞的设定 所以刹车片会稍微贵一点 价格介于 700 到 1500 之间 至于后刹车片呢 则是 500 到 1200 之间 由于这个 AMG A45 它使用的是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所以消耗品部分呢 不要忘记它就有这个离合器需要更换了啦 和这个 Volkswagen 的 DSG 是一样的 这个 A45 它的 Clutch Pack 的价格 不是很便宜哦 大概介于 5,500 到 7,000 令吉之间 而且重点是这个零件啊有点难找 很多时候你是需要提早预定的 既然都有名字叫这个 地表最速箱炮啦 所以这个 W176 A45 它动力强劲 所以它的这个轮胎消耗程度也是蛮快的啦 那它使用的这个轮胎尺寸为 235 35 19 如果你要寻找一个比较 抓地力比较好 性能比较好的轮胎的话 一条轮胎的价钱大概都是在 1,500 以上的 还有一个这个 AMG 45 车系 比较需要定期更换的 那就是它的 Mounting 了 不管是 A45, Cl A45 还是 Cl A45 还是 Cl A45 它都是一次过需要更换 4 颗 Mounting 价格呢大概是介于 3,500 到 4,000 令吉之间 OK 来到这个维修的部分啊 我先讲这个刹车盘啊 同样的和它刹车片一样 这个 A45 AMG 在刹车盘的部分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 那个牌子方面啊 像是有 Agency Power, WB Pro, DBA, DCA, RDA 等等等等啦 你不一定要选择原装的 你可以选择这些 Aftermarket 的品牌 价钱方面呢它这个价钱也是蛮大的 大概是介于 2720 到 7,000 令吉之间 不过不用担心 这个价钱是一套 4 片的价格 不是 1 片 不过我觉得这个刹车盘啊 你如果没有真的是一直抄它的话 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坏 而接下来我要讲这个叻 我觉得侧灵比较高的 A45 比较可能会中招 那就是我国公路下的一个牺牲品 避震器了 这个 A45 在避震器方面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啦 分别是前期版还有 Facelift 版本 其中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 前期版它采用的是普通的这个阻尼 也就是 Absorber 这一方面呢这个 Absorber 它的价格为 1500 到1800 一支 而后期版的这个 Facelift 版本呢 它采用的则是这个 拥有可以调软硬的这个电子避震器啦 那这个 Absorber 就更加的贵了 不过我们暂时还找不到 这个电子 Absorber 的价钱 我个人是估计 这个 Absorber 整套的话 大概应该都是差不多要破弯了 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就直接破弯了 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这个 W176 A45 比较时常需要更换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它的这个 Coolant 的 Spare Tank 冷却液的这个被用箱啦 不过它坏的不是这个 Tank 而是它的里面内置的一个感应器 比较特别 比较好笑一点的是 这个感应器坏啊 你就必须要整个东西换 所以这个东西多少钱呢 价钱大概是在600 到700 之间 还有什么叻 啊 先讲一些车龄高的 F45 可能比较需要更换的东西啦 像是这个 Belt 还有一个这个驱动 Compressor 还有 Alternator 的这个皮带啊 价格大概是在120 到180 之间 哦 还有一个 这个 OC 车款啊 通常都比较需要经常更换的 那就是这个 Ignition Coil 点火线圈 不过这个东西其实在 F45 身上 它是比较耐用的 啊 比较特别啦 这个东西大概价格呢 是介于 300 一支 所以它有四支的话大概是前二 这个是原装的 如果你想要 Upstage 要改装 你可以选择这个性能版的 有一个叫 Okada 的品牌啦 这个东西 6500 一套 价钱漂亮啦 不过东西也是很漂亮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Thermostat 啊 尤其是如果你的 A45 是有 Upstage 的话 这个 Thermostat 它可能就会 稍微不能正常操作 导致这个 Engine Overheat 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 Termostat 本身它是蛮便宜的 可是问题是 拆装工程非常浩大 非常的复杂 你的 4man 如果听到你讲 你的 A45 要换这个 Thermostat 啊 它会头很痛 也因为这个拆装 非常的复杂的关系呢 所以 零件本身是便宜 可是整个包人工 做到来啦 是蛮贵一下的 费用大概是在 1,200 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tmospheric Valve 啊 名字听起来很赶 但其实它就是 这个涡轮的这个卸压法 也就是 Blow Overheat 的意思啦 这个东西呢 原装的 A45 的 这个卸压法 它其实是蛮容易阻塞的 然后就导致这个 Turbo 无反正常操作 而也因为这个原装卸压法 它其实是内置在 Turbo 里面 所以 照理来讲啊 如果坏掉的话 你整粒 Turbo 是必须要更换的 不过幸好 我国的这些专家们啊 这些 Workshop 他们就找到解决方法了 拯救这个 Turbo 你不需要换掉整粒 Turbo 你只需要换掉这个 Dumb Wolf 而且是用外面的那种 Aftermarket 的牌子 像是 Forge 啊 还有 Turbo Smart 等等 他们都有推出相关的这个卸压法 所以你只需要换掉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价格大概是在 800 到 900 之间 最后我在这里列出一些 A45 本身不太可能会损坏 但是车龄高的这个 A45 可能会中招的零件啦 像是这个 Aercom Compressor 啊 Alternator 啊 还有 Starter Motor 等等 在这边我就列出来 然后也顺便放出价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W176 好不好扬呢 其实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 哇 这个性能小钢炮其实还蛮好扬的 不会说省心 但是我觉得它是蛮容易痒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这可是一辆 最大马力拥有 355 后期版是 381 HP 的一个全驱小钢炮 还是全驱哦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 A45 还蛮容易痒的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它好痒还是难痒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同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 W176 的问题想要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提问 我们会尽力解答 今天这个 A45 W176 的保养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看任何车款的保养费用的影片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做给大家 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sociales работать Kit 。